中心騎士行駛在西冰快速道路 車輛一台接著一台往前行駛 突然右側大型連接車往左切 騎士按喇叭警示的同時 也趕緊減速並往內側路間切 兩車才沒有釀成擦撞 否則可能會連人帶一車 被捲入連接車的下方 驚險畫面透過重擊後方行車鏡頭再看一次 真的是驚險萬分 騎士事後將行車畫面分享到網路社群 表示自己當下真的嚇死了 質疑連接車駕駛根本是惡意逼車 這樣的素質開向國道 會造成其他用途人的危險 決定要將畫面拿去檢舉 替自己討公道 很快就在網路引發議論 有網認為大車變換車道的路段 路面畫色線形立體減速標線 但連接車反倒加速操車 實在不太妥當 但有人認為大車應該是視線死角 真的沒有發現一旁的重擊 才會直接切過去 所幸最後沒有衍生事故 至於連接車行駛過程 究竟有沒有違規 有待相關單位判定釐清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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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